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犯罪嫌疑人汪某今年25岁 一个即将当爸爸的小伙子 在巨大的压力下 他的心理防线最终瓦解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其同伙 作为一名准爸爸 汪某为何会铤而走险 做犯法的事呢 云南省德宏歹族景坡族四支州 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南 西和西北三面于缅甸接壤 泉州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德宏州成为了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之一 3月26号 当地一快递公司发现 有人要将两根排气管寄往江西景德镇 这两个摩托车排气管 当时快递员当时发现 管不属于当地本地的特色 特产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 景德镇到德宏有将近两千公里 两千公里左右 从那么远去买一个摩托车回来 当地又不惨 德宏警方介入调查 发现两根排气管里暗藏了大量毒品 当时是3月26号那天 我们得到线索文 反映出从云南德宏州那边要通过游递的方式 寄一大批毒品到我们警方证实 快递包裹当时已经是被德宏那边截获了 他说我们考虑到这个毒品案件的整个打流程 你不能讲这个毒品 请德镇这边的犯罪弹复还在 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情况 他们马上把线索转给我们 据了解 近期受疫情的影响 地下毒品价格水涨船高 国内疫情得到了控制之后 竟然有毒贩如此迫不及待 快递一般从那边接过来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 当时得了消息之后 快递寄出之后 我们就立即到快递公司进行补货